这碗面吃的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烫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美式的标准的一个被波炉 它是装在灶台上放的 我们今天要把它拆下来 这根电源线就是给微波炉供电用的 我们等会把它拔下来 可以看到这个茶座装的非常的不正规 我们等会把它改掉 这里有一个螺丝 那里还有一个螺丝 左边这还有一个螺栓 它是靠三个螺栓固定在上面的橱柜的下面 这样来把它吊起来的 现在这边是微波炉的下面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根支架 这个支架是固定在墙上的 然后微波炉坐在这个支架的上面 这样上面有螺栓固定 它底下有支架来拖住这个微波炉 所以它会很坚固的停在这个墙上 为了减轻微波炉的重量 我们先把能拆的东西先拆下来 这个盘子 微波炉的门 因为我一个人干活 所以我在底下用旧的橱柜给它搭了一个架子 这样微波炉拆下来的时候不会掉在地上 如果两个人干活就非常容易了 一个螺栓 我们安城起见的再多加这个垫子在底下 两个 三个 把电源线从这个橱柜的地上的一个洞钻起来 好 拆下来了 还是非常的沉的 一个人还有点费力 大家可以看到这挖了一个洞来走电线 这样做的非常的不专业 洞挖的很烂 然后电线还是绕着走上去的 这个非常正常 因为很多干活的人都会偷懒 这个微波炉是没有外排气的那种功能的 所以我们看不到这里有一个通风的管道 如果你要装一个抽热烟机 那么这里应该装一个通风管道 可以从上面走 也可以从背面走 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好 时光飞适距离 我上次把微波炉拆下来 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 那么现在我要把微波炉装回去 微波炉将会装在这个空间里头 那么这个墙上的stud位置 我已经飙出来了 微波炉呢 是用这个框架固定在墙上的 这个空间呢 正好跟它完全匹配 框子呢 一定要装在正中间 当然这也不用特别的精确 大概看着差不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要拧螺丝的地方 这里有两个stud 所以这个架子还是很结实的 螺丝上面呢 给它放一个电圈 增大受力的面积 固定微波炉的这个框架 已经装上去了 现在有三颗螺丝固定它 所以它非常的坚固 画好标记的地方呢 要打眼儿 然后从上头把微波炉掉起来 然后电源线呢 要从这里再打一个洞 过电源线的洞呢 要大一些 我们用这个hold saw来打 这个位置呢实际上要量好 这里的三个螺丝孔呢 我的经验是 你不管量的多少遍 量的多么仔细 最终还是会有误差 所以我们也用一个hold saw来打 这样的话哪怕有一点误差 螺丝孔也能从上头穿下来 拧在微波炉的上边 微波炉已经擦得差不多干净了 然后把前面的门拆下来 减轻一点重量 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微波炉装回去 这是一个需要力气的活 现在呢我再把这个微波炉的电源线重动力穿过来 这是电源线从这个动力穿过来了 要是没有这两个杆子撑住 我肯定是死在这儿了 所以有个帮手的话呢就容易多 没有帮手的话 这个装置呢还是非常好用的 这是柜子上举完来打的洞 我们现在把螺栓的洞里放进去 不管洞的位置量的多么精确 你打洞打的多么准确 最终一定会有一个想象不到的误差 你看这个洞呢就打的偏右了一点 所以我们用垫片加上螺栓来固定微波炉 这样你才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保证这个微波炉安装的位置是准确的 那么这个螺丝也装上了 两个 三个 我们下面用工具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拧的差不多紧就可以了 这是新装的插座 把微波炉的转盘放回去 微波炉的门给它擦一擦 微波炉这个门呢 不拍视频的时候 十秒钟就能装上去 一拍视频五分钟都装不上去 我把上面的这块盖板拆下来了 这里是微波炉的filter 如果你想换的话就从这个地方换 把这个油都给它擦一擦 但主要目的是要把这个微波炉的门给装上 好装好了 假装我们已经换了个新的filter 好这就是如何拆掉 然后再重新安装一个微波炉 当然你可以买一个新的装上去 好希望你学习到了一些新的知识 那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